几个人知道自己身从他来着 为什么会有这个身 离太神了 死太妙了 我们细行观察这个身 外面无关 烟耳鼻血神 里面五脏六腑 用筋梅再联络出 血液循环 周而复始 从出生到死亡 没有一天中断 这都妙啊 科学家告诉我们 估计大概人的身体 总共是五十兆个细胞 组成的 细胞从他来着 细胞有生灭 形成代谢 七年是一个周期 我们现在身体所有细胞 跟七年前 七年前的旧点一个都没有了 全是新的 那再过七年 又换一批新的 新的不如旧的 这什么回事 应当新的越来越好啊 为什么越换越 越会越坏 换成一些老化的细胞 换成一些带着病毒的细胞 这什么道理 如果细胞越换越新 不就是年年十八了吗 人不就不老了吗 那我们得想一想 为什么呢 这个转变 都是新在主宰 静随以新转 想一想 我们十八岁跟二十八岁比 是十八岁的时候 心地纯洁 还是二十八岁心地纯洁 人经历年越多 就越不纯洁 就越复杂 所以换出来东西 越换越换 就这么个道理啊 如果心地保持的时候 永远保持是 童年那个样子 童真一点杂念 恶念都没有 他到老还是童年 古人讲 童年豁发 头发白了 但是人身体的时候 跟童子一样 这什么原因呢 他没有改变他的童年 他永远保持他的童年 那样的单纯 那样的洁净 道理杂志的呀 那我们就晓得 心地越干净 越单纯 你就越年轻 不复杂嘛 最怕的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人 忧患很多 顾虑很多 中国古语一句话说 又能使人老 人怎么老化 忧虑太多了 就迅速老化了 无忧无虑 就不容易看到他老化 没有忧虑 没有担心的事情 也没有提防的事情 天下本无私 修行人 修道德 中国古时候 只有佛跟道 其他祖教很少 少之又少 佛道很多 学佛修道 不容易老 什么原因 心情景 没有欲望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一生 永远过着 单纯的生活 道理就在此点 真正做到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你要晓得 那个真 那个求 用多少心思 多少忘年 多少烦恼 你能把这两个字丢掉 无真 无求 你不得大自在 你得小自在了 得大自在 那一定要是放下 七心动念 分别之处 得大自在 得大圆满 你不得大自在 我 你不得大自在 我 我 我 你不得大自在